第一優先選擇一定是阿提諾 因為他畢竟是規劃球員 雖然目前他不一定能夠代表大隊出賽 因為這個是規範在亞運跟一些他規劃時間的問題 因為他有三年的限制 但是基本上在還沒有得到答案之前 我們都會以阿提諾為第一優先選擇 如果真的收到他正式的通知的話 才會做一個外籍球員的更換 那至於阿提的話最近在這段時間裡面他在練習 因為他們也都是經歷過一個高強度的職業賽的結束 包括現階段在大隊的90%的球員都是這樣 所以他在調整上面他認為自己還沒有準備好 所以我們想說既然目標還沒有開始的話 先讓他在這段時間裡面以自己的腳步來第一優先的去走 因為不希望就是說受傷的人越來越多